我們錄這種內容會不會擋人家採錄 我們又不會長出人家電 真的喔? 你如果想講可以講啊 真的嗎? 你敢講的話 我們今天聽說要來評論那個一顆心的是不是 原則上我覺得我們幫他吃吃看 是不是真的是很難吃 或者是食材有問題 或者是他可能是被報復的 我們的Podcast我有遇過那種在下面評論 他說這節目很棒 然後他講完之後 這個漢堡好吃 這個早餐超讚 我每天都會吃 然後是在寫一顆心 今天那個Emma幫我們找到一家 這一家是在哪裡? 在...路附近 那我們今天是 這個是去現場買的嗎?還是 外送 外送 你都是點那個他們評一顆心的東西嗎? 這是評論比較激烈的 評論比較激烈 我跟你講我吃早餐我很龜毛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那個是乳酪餅 乳酪餅 這個外面這個餅 然後再包著這個吐司 是這樣子嗎? 好像有些傳統早餐店會這樣做 然後再加這個蛋 然後再加這個起司 這個起司顏色不太對 早餐店驗屍官 哈哈哈哈哈哈 早餐店啊其實 因為他們單價都不高 所以這個問題 重點就出在食材到底要爆 對 因為他們都是叫那種 這是中央倉促來的 不過這看起來乾乾的 怎麼樣 幹嘛 等一下 等一下 它有那個人工香料的味道很重耶 再一次好不好 那個味道好強耶 等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 我已經很久沒咬到這種 感覺是人工香料的東西 哇塞 加那個小時候的味道對不對 童年的味道 真的 我覺得是起司的問題 一般起司顏色沒有那麼濃 它比較 偏蛋黃 但是我會覺得說 它這個可能口味不太一樣 代表它的食材不好 還好 這沒有很好吃 但是 也不能因為這樣 就覺得它是一顆心 你要看它的價格 這個東西 3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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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鹽了啦 35塊 50 這個要50 嗯 他在拼 等一下再說 這個是什麼 漢堡啊 我早上會吃漢堡 通常這打開裡面 就是非常高麗菜對不對 然後一圈那個 那個什麼洋蔥 對 番茄醬 番茄醬 番茄醬是一定要的 然後一定要蛋 然後漢堡排 這種漢堡排 你也不要奢望太好 它絕對就是很飽 這是牛肉蛋飽 這是牛肉蛋飽 牛肉蛋飽 先看一下 它這個漢堡排滿厚的 它上面寫是沙朗牛肉蛋飽 我什麼時候還講 它名字叫沙朗 它這個位置 吃的這個位置 就不知道 又怎麼了 你也抽太多衛生紙了 今天 真的我滿臉都是 Juicy 多漢堡 高麗菜嘛 對不對 番茄醬 蛋 漢堡排 然後漢堡 就這樣子啊 這一想知道這個多少嗎 55塊錢 25 差不多啊 差不多嗎 因為你說外送嘛 外送加4塊 很正常啊 好 再來是什麼 薯餅嗎 對 這個薯餅這樣子 你剛送來的時候 你就先加了 番茄醬就不對了 你給客人的時候 第一個 你不能看這個就已經爛掉了 對啊 因為你從外送送到我這邊 4天多久 不知道再來就是 它的已經軟趴趴了 你不要這樣子 帥 對啊 吃得太好 什麼意思 你太軟 還是你覺得味道上有什麼 你真的臭掉 它那個冷掉了 它用了沙拉油 可能不是很好沙拉油 你知道那個 那個 我們一般油炸的東西 炸完之後 你不能把油關掉 再起鍋 熱鍋的時候 那個油還在炸的時候 你就要把薯餅撈起來 那你如果是把火關掉 薯餅還泡在裡面的話 或者是炸雞啊 雞塊 它的油就會吸進去 那剛剛那個就是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這樣做 但是它咬下去 就是它有很濃的那個 那個油味 油耗味 就是很多油耗味 對 那個叫油耗味 不好意思 我都不專業了 我都說不算 好來 這是麵嗎 貼拌麵 我覺得我這一集是被整 不是來 不是來 沒有蘑菇的味道 真的 不便 我吃吃看 它那個醬不對 那個蘑菇醬味道 怪怪的 我跟你講 這是外送美食最可怕 或者是廉價的 餐飲最可怕 如果假設它是好吃的啦 35塊錢 我因為我就少吃過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它都是外送價吧 外送 對 其實麵都大同小異 就是在醬料 這個醬料不對 不對是怎樣 就是沒有道地的蘑菇的味道 你吃起來 你會覺得這到底是 黑胡椒還是蘑菇 它介於兩者中間 你會不會是鍋子沒有弄乾淨 有可能上一個人是黑胡椒 好我們不要去給它 雞蛋裡面挑骨頭 是因為這個是平宜的餐點 平宜餐點 我們不要 不要去給人家這樣挑挑剔 因為 就是 五米 等一下這樣子喔 什麼 五米 難為巧夫 算了 這都給我剪掉 巧夫難為五米之吹 這都給我剪掉 接下來是 還有兩杯 為什麼兩杯 一杯鮮奶茶 一杯是一般的奶茶 好 我跟你們說 這個就是我在早餐店 從來不點奶茶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的奶茶 常常都加煉乳 不是加真正的鮮奶 嗯 因為這是奶茶 鮮奶茶才是加那個鮮奶 喔這樣子嗎 對啊 鮮奶茶 那奶茶又不是 好那你以後去那個飲料店 說我要奶茶 他會拿煉乳出來加 是奶精啊 是奶精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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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早餐店有分兩種一個是加奶精一個是加煉乳 你不知道對不對 不是加煉乳的很好喝耶 真的喔 那時候我真的怕喜歡的 鮮奶茶是不是 那大杯呢 奶茶 怎樣 怎麼樣 很淡啊 這超淡的 喝白開水加一點點的奶味 完全沒有烘茶的味道 這個是 奶茶 我一喝我就知道這是加煉乳的加奶茶 好 你剛剛嘴在顫抖耶 很害怕 這加奶精了 但是我跟你講這兩杯喝起來一模一樣 真的喔 一模一樣 你再拿一個吸管來 你看我講這兩杯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這只是大杯跟腳杯嘛 我真的挺不起勁耶 我相信了 你去拿吸管 我相信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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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落口 你去拿吸管 這兩杯喝起來一模一樣 這兩杯第一個你看顏色一模一樣 喝起來真的一模一樣 我真的不可以 你喝喝看 好 只是一杯比較冰一杯 你還不冰 他臉快吐了 不是他連奶的味都沒什麼味道 他就是很水很水的味道耶 這兩杯一樣 這杯更水 好難喝 不是他就是一般奶精還會調的比較茶味比較重 或是什麼奶精味比較重 都完全很水耶 這個這個超水 這個應該就是就是把成本cost down到最最最最最最 我本來今天是要幫他平反的 哈哈哈哈 我今天是要幫他證實說 這些幫他平反的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偏見 哈哈哈哈 差不多真的就是一心 我跟你講這個這一杯 我最多最多就是給他25塊錢 最多了 假設說我沒有被我沒有被唬爛過 就是25塊 如果我喝過這一杯 如果我還願意點就是15塊 所以哪茶你給15塊 我如果沒喝過 35可以 那個30 那個30 對 那這杯咧 然後那杯中杯的也是30 所以其實跟我猜的不會差太多 對啊 對啊因為早餐的價格就是這樣子 欸我們來唸一下他們的評價好不好 好 對啊應該唸一下他們評價 紙袋裡面周圍都是美乃滋是怎麼樣 到底是怎麼抹的 一把現在就沾到手 可樂 可樂去冰結果是差 哈哈哈哈 但是連冰塊都不加就對了 初餐慢就算了還交成這樣 欸這個太誇張了這都有照片 對啊 所以我才點 很驚人欸 欸這個好 茶上漂浮許多螞蟻屍體 這種衛生管控急差 所以我們才點了兩杯 哈哈哈哈 全部都一星欸 怎麼那麼誇張 對啊 所以不是有人有會議 欸他不是五星四星三星四星五星一星 他不是 我這樣一整排滑下來全一星欸 喔終於有一個 他是因為接口支付可以付 所以給付五星 不是因為好支 哇 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邊 果然名副其實啊 一顆星 好不好 所以呢有時候 Google上面的 雖然有些也是惡作劇報復了 但是有些真的看起來 像這種就是真的 好不好 你想知道哪一家嗎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